10月16日周慧明古剧集一同出席某环保活动记者会 身为环保大使两人自然清理轻微 发挥好带头作用 不过周慧明透露古剧集环保有点近乎自杀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环保方式让女神都受不了了呢 有一次他邀请我去他家打冰楼 火锅 然后我就很开心他去了 然后他是没有开窗跟没有开冷气 我觉得是我的第一次献给他了 你这样说好像说我们关着门关着窗 然后再开那个炉然后自杀 我们是火锅好不好 曾经的玉女掌门人如今也自组公司晋升当老板了 更邀请古剧集女友加盟住阵 玉女当老板大家揣测 墓碑周慧明想要捧出接棒的是一代玉女掌门人 但是真的是可见的短时间之内是没有办法去实行 要先做好我的东西 你等我啊我生个小孩让你捧了 好等我一下 太迟了 太晚了 古剧集这难道是想要当爸爸的节奏 不过想要当爸爸可就要先当个好丈夫哦 近来古剧集香港内地孟西军真的是在处老婆本的模样 工作的目的是因为要赚钱娶老婆的吧 工作的目的是我是工作上有一些梦想 所以我是为梦想而努力的 看来古剧集是打算要把身后的隐形女友扶正了 东西娱乐整理报道